第二实体,在做完摩擦力的实验后,我们做出物体所受外力与摩擦力之关系图,甲乙丙三生分别对这个关系图做出以下的说明,以上叙述何者正确? 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出来,我们的最大净摩擦力是10公斤重,湿力如果超过10公斤重,就会开始移动变成动摩擦力,动摩擦力有7公斤重。 因此,假说当势力为15公斤重时,物体处于移动状态,此时的摩擦力为动摩擦力等于7公斤重,这个叙述是对的,因为15公斤重已经超过最大净摩擦力10公斤重,所以东西会开始移动,移动的时候就变成所谓的动摩擦力。 图上面告诉我们动摩擦力是7公斤重,假的叙述是对的,以说要使物体移动,湿力虽大于最大净摩擦力10公斤重,这也是对的。 我们湿力要大于最大净摩擦力,东西才会开始动,图上面显示我的最大净摩擦力是10公斤重,所以湿力要大于最大净摩擦力10公斤重。 东西才会移动,以的叙述是对的。丙说当外力等于10公斤重时摩擦力为5公斤重是错的,图上面显示我的施力是10公斤重的时候,我的摩擦力就是最大净摩擦力10公斤重,所以丙的叙述是错的,只有假跟乙的叙述是正确的。 第二次听我们说以上叙述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朱甲乙。